我们来讲讲今天的这个主题 从六盘水以行化债 到人民币大贬值 中国经济最终变几 贵州省的六盘水 有一个女企业家 她讨债被刑拘 新闻报道是这么说 当地政府提出以1200万 偿还2.2亿的债务 这位女企业家拒绝 然后当地警方就以寻衅滋事罪 把这个把女企业家刑拘 这就是所谓的以行化债 这也是典型的地方政府土匪化 或者是流氓化的一种表现 六盘水女企业家讨债刑拘 见证了这些高负债省份 在举债大潮停止之后 必然出现了一个结果 但是情况并不仅限于此 这什么意思呢 在更高的层面上 它预示着未来大部分的中西部 包括东北包括西北 包括西南包括中部地区 其实就是除掉 东南沿海地区以外 所有的省份 所有的省份 东北西北西南中部 那些有政商背景的地方企业 跟负债累累的地方政府 最终会走向翻脸 最终会走向翻脸 这是过去以基建为核心的 地方主流商业模式的终结 地方主流商业模式是什么 地方主流商业模式 就是接政府的工程 地方企业挣钱挣什么钱 就是借政府的 借政府的项目的钱 那么大部分靠这个政商资源 挣钱 以前挣很多钱 盘满钵满 这些靠这个挣钱 地方企业通常就靠这个挣钱 那现在呢 可能要把过去20年 挣下的财富都赔掉 为什么 因为大部分地方 就大部分的县 大部分的市 他们的地方政府项目欠债 根本就没有钱还 没有钱还 你就拿不回来 你基本上挣了20年的钱 最后 电资做了一个项目 变到里面去 这个项目就把你的钱 全部还给他 今年1月7号 中央电视台播了一个 反腐专题片 这个反腐专题片当中 就有六盘水 原来的市委书记 叫李在勇 李在勇在六盘水 干了三年多市委书记 给六盘水 带来了1500亿的地方债 1500亿 六盘水是什么情况 六盘水就两个数字 你就知道他什么情况 六盘水的人口 常住人口 340万 总共340万的人口 2023年 他的财政收入是110亿 110亿 这个110亿的财政收入 这个李在勇 就给他办了1500亿的债 你说怎么还 这就是中国的典型案例 也是中国的缩影 那么这位六盘水的女企业家 他接的基建项目 就是在李在勇认上接的 那现在什么呢 现在六盘水的领导 就不认李在勇的账 这为什么女企业家 收不到钱 拿不到钱 拿不到这个 拿不到那个项目的款 原因就是现在的领导 不认李在勇的账 所以他拿不到账 最后逼来逼去 最后这个区政府就跟他讲 要不我1200 给你1200 你要不要 你不要 你不要就把你给抓了 就这意思 这种事情 在全中国 在全中国的任何地方 任何时候都在发生 就是你接了一个项目 从领导 这个领导的手里 接了一个基建项目 干下来 干到一半 甚至干完了 这个领导走了 下来了一个新的领导 那个领导一看 这不是我给的 因为我没收到钱 我为什么给你结账 就不结账 不结账的原因 是因为他没得好处 为什么给你结账 这个纠纷就这么来的 所以在领导走之前 就要把账结了 但是领导要走 他会给你结账吗 他不帮你结账 因为他没钱 这不只是贵州 云南 云南也是基建大户 也是债务大户 云南现在的项目 云南是全 后来云南停掉了 大家记得吗 有12个省停 有谁呢 云南化债的资金 化债其实就是还债 还债的资金有多少 云南全省还债的资金 就25.2 25.5亿 25.5亿 不到1% 不到1% 要25.5亿去化 2904亿的债 怎么可能 那么这些项目的资金 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搞基建项目 搞到后期 这项目的资金 银行贷款 银行贷款 政府发的债 地方发的债券 还有一个什么 工程方的电款 就是这些关系户 电的钱 就这三种资金来源 那当然 市县政府 花这么高的杠杆 他自己没什么钱 最多20%的钱 地方政府筹集资金 就20% 20%的 或者25%的钱 然后剩下的钱 就是我刚才讲 这些各种各样的来源 那这就杠杆高吗 杠杆非常高 这杠杆至少是三四倍吧 四倍的杠杆 那用四倍的杠杆 去搞基建项目 下面是什么 下面全是贪腐操作 贪腐操作 政府官员 积极性就非常的高 贪腐是官员 搞基建项目的 通常的情况是什么 通常的情况是 总包赚多少 赚10%到20% 一个工程总包 总包是谁呢 总包是 县委书记 或者市委书记的表弟 实际上就是书记的白手套 赚多少 啥都不干 他啥都不干 接下来扣掉10%到20% 发包下去 发包出去 那么还有什么呢 还有融资中介 融资中介通常是4%到5% 甚至可以更高一点 那就是这样 这就是传统的基建项目的闭环 这就是一个闭环 在这个基建项目的过程当中 政府拿到了超长发展的政绩 地方的关系户 就是地方的企业 地方的关系户 就什么融资中介这些乱 拿到了回扣 4%的回扣 当地企业家 当地的企业拿到了项目 拿到项目 做完这项目之后 挣了钱 这基本上就是 这个闭环 就是一个这样的逻辑 那现在的情况 就是借不下去了 财政关闸停水 财政一关闸一停水 中央政府叫停 12个省全部停下来 所有的政府项目 全停下来 这一关水 一关闸一停水 这个盛宴就变成了一地鸡毛 那么地方政府和地方企业 就会就面对一个 没办法处理的局面 地方政府负债累累 地方企业呢 这个压了一堆的钱在项目上 最后他们一定会翻脸 反目成仇 为什么 因为没有钱 没有钱的来源 就解决不了 他们这一对矛盾 地方政府跟地方企业 他们原来是关系户 关系好得很 而且甚至把钱 贿赂的官员 那前提是 如果政府有钱 政府官员就会把钱 给这个地方企业 这件事情就搞定了 但是当政府没有钱的时候 他们最后就要翻脸 所以呢 地方企业 靠 靠什么地方 地方的这些政府项目 政府项目靠什么呢 靠大基建 靠转移支付 那这件事情 这个故事就已经终结了 当然这现在你看到的 我们现在看到 六盘水这件事情 把这个局给打开了 把这个盖子揭开了 但这只是开始 这仅仅是开始 这件事情你可以看 你往下看 全中国到处都在发生 其实到处都在发生 没有人可以扭转这个局面 为什么 因为地方政府都没钱 所以欠 欠这个地方企业的债 是还不了的 这个账是结不了的 结不了这个账 六盘水 以形化债的案件 把贵州推上了 舆论的风口浪尖 贵州是个什么样的省 贵州一直就是个穷省 但是贵州不缺故事 贵州 贵州过去十年 贵州以这个超高速发展 作为一个神话 92年 贵州的人均GDP 全国垫底 相当于全国的平均水平的 半三之一 到了2000年 2000年 贵州的GDP排名全国第27 排名全国第27 它的后面是谁 它的后面是海南 宁夏 青海 西藏 后面有四个 它排在这四个前面 都是人口小 很小的省 那么贵州的人均GDP 只有甘肃省的70% 甘肃已经落后 它还是甘肃的70% 但是从2000年到2010年 这十年间 贵州的经济暴涨了3.5倍 暴涨3.5倍 它的GDP排名冲到了18位 超过了甘肃 到了2010年 贵州经济继续开挂 贵州就迎来了所谓的黄金十年 贵州的经济增长连续十年 全国前三 其中有四年 全国第一 积极增长 贵州的高速增长 背后是什么 大基建 基建投资 搞基建投资 就是巨额的基建投资 巨额的基建投资 背后是什么 天亮的债务 去年 去年年底到去年年底 贵州省的地方债 就是政府债 政府的债务余额 15,124亿 15,000 债18,000亿 城投债 贵州的城投债 占全国的排名 全国排名第15 所以贵州省 地方债总额33,000亿 一年的利息开始 16,000亿 16,000亿 一年的利息开始 16,000亿 去年贵州全省的财政总收入 包括一般性财政收入 跟麦蒂乱 全加在一起 总收入多少 3665亿 你想一下 全省 他的财政收入 总共才36,000 不到3,000 37,000亿 他的利息开始要16,000亿 利息开始 占到他财政收入的44% 这是什么情况 贵州基建 贵州的基建 丧心病狂到了什么地步 我跟你说 贵州省的人口 不到3900万 不到3900万 但是贵州高速公路的里程 全国排第五 这是个小省 结果他的高速公路的里程 全国排第五 他排在云南跟四川广西之后 贵州的面积很小 他高速公路要排到第五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他的高速公路的密度更高 他人口很少 很多山区 所以你看贵州很多 你上网搜 贵州的高速公路 漂亮 因为他开始修很多的山上修建 所以他的密度高 高到什么地度 每平方公里达到将近500公里 一平方公里 有500公里的高速公路 他甚至超过了河南 你知道河南是 跟湖北差不多 属于九省通渠 它是个交通要道 河南的高速公路密度是高的 它比河南还高 比重庆还高 是云南的两倍 四川的2.5倍 令人发指了 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 所以你在网上看到那些超级工程 航拍非常漂亮 都是云南干 李再勇 就是六盘水的原来的书记李再勇 他主政的时候 他就在六盘水上了23个旅游项目 这个旅游项目23号建完之后 16个马上就闲置 就根本就没用过 独三线大家记得吗 独三线有一个水思楼 天下第一 独三线的借钱 借几百亿的钱 就是 所以中国基建狂魔的名声 是由谁累积出来 就是贵州这样的事 累积出来 这就贵州是什么 贵州就是中国的缩影 我们来看看 都是谁干的 都是谁干的 很熟悉的名字 贵州这些业绩 都是谁干出来的呢 第一个 从2010年到2012年 是谁 栗战书 习近平的铁杆 为什么贵州可以拿到这么多钱 跟这个有关系 栗战书 这是10年到12年的省委书记 12年到15年的省委书记是谁 赵克志 赵克志记得是谁吗 公安部长 后来去做了公安部长 也是习近平的铁杆 好 15年到17年 是谁 陈敏儿 书记吗 现在的天津市委书记 之前是重庆的书记 也是习近平的铁杆 孙志刚 2017年到2020年 孙志刚就没出过贵州 他就一直在贵州 祸害贵州 贵州主要的任务是 扶贫空间 他是在去年的8月落马 孙志刚 陈怡晴 20年到22年 现在的国务委员 我把这个名字一念 大家就知道 贵州的局面 都是习近平的手下大将 干出来的成绩 所以其实你知道 过去10年 中国经济的败局 大部分来自习近平 现在的半顶 贵州就是个典型的例子 所以贵州呢 有他们负担不起的地方债 翻过来 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中国 中国也有他负担不起的 政府债 到去年年底 中国的债 中央政府加地方政府的债 总共中央政府债 163万亿 163万亿 增长了多少 增长了11.2% 去年中国的财政收入 全国的财政收入 就中央政府 跟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 加总在一起 总共是多少 总共是21.7万亿 增长是6.4% 这增长我不认为是真的 那么利息开支 中国中央政府 加地方政府的利息开支 占到中国财政收入的 28.5% 28.5% 这个概念 这是一场灾难 这是一场灾难 就是我们讲的 不是地方债 让地方政府面对一个灾难 是中国政府的 中国政府的债务 对中国政府来说 包括中央政府 跟地方政府 是一场灾难 我不相信 我看不出来 现在有任何的经济顾问 能够提供一个解决方案给他 杰静明不懂经济 但是你别以为 他不懂经济 他就不管 他把持经济资源 所以你看他这些官员 为什么 贵州为什么可以拿到钱 如果不是栗战书在那里 你相信贵州能借到这么多钱吗 那是不可能的 穷得叮当响的地方 谁借钱给他 不会有借钱给他 那为什么他贵州能借到钱 就是因为栗战书 有这些官员在这里 跟习近平的关系 才能借到钱 都是这么来的 中国的地方政府 能够借到钱 都是跟上面有关系 所以中国经济的问题 实际上 或者我们讲简单的说 中国的债务问题 实际上是累积了十几年 到了现在 到了难以解决的地步 所以中国经济的神话 就像贵州一样绚丽 不过呢 这些天亮的债务 让这场盛宴 变成了残根冷治 所以这一切都结束了 中国经济的神话 现在进入了残局 所以你可以看到 你大家可以看到 在中国各地 会不断地上演 各种赖账的戏码 极端的当然就把债主关起来 就跟那盘水一样 更极端的是什么 更极端的就是 来一场人民币大贬值 那我的观点 基本上是这样 是中国政府的债务危机 它对中国经济的危害 对中国经济的 这种负面的影响 远远超出了房地产 远远超出房地产 这也是为什么 你可以看到 其实房地产危机 在房地产的 持续的往下走 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 的过程当中 中国政府并没有 投入太多的资源 去救房地产 没有 基本上没怎么大动 没什么大动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我认为 原因是政府的债务 政府的债务危机 给中国政府产生了 产生的影响 远远超出其他的问题 从当前的局面来看 中国政府没有办法 解决这个问题 这是中 中国经济核心问题 就是政府债务问题 到目前为止 我没有看到中国政府 采取了什么有效的办法 去年 一万亿 发了一万亿 说是给地方 一万亿的特殊债融资债券 特殊债融资债券 其实是给地方政府 划债用 但是一万亿 去去一万亿 对地方债来说 没什么用 你一分拆到各个省 没有多少钱 所以基本上 你看到这个情况 你就知道 中国政府没有什么办法 现在政府 逼迫商业银行 就在它的什么 在它的成头债 成头债的借贷方面 让银行给他们展期 给他们降息 降利息 这个可以有一定的帮助 就是把那高 高息 或者是债务周期太短 拉长 这个有一定的帮助 但是它只占一个小部分 大头就解决不了 所以基本上 我们现在还看不到 中国政府有其他的出路 如果中国政府 还找不到 其他的出路 那中国政府 最大的可能性 就是要把人民币 大幅的贬值 基本上 我们看到的危机 我们看到的金融危机 大部分都是债务危机 你看什么亚洲金融危机 是债务危机 你看到美国次贷危机 美国次贷危机 其实讲到底还是债务危机 所有的债务危机 都跟什么有关 跟货币有关 终极解决方案 或者终极投射点 都是货币 那如果中国政府 找不到其他的解决方法 找不到其他的解决方案 那他就有可能 把人民币贬值 811 811汇改 811汇改的背景是什么 811汇改的背景 2015年8月11号 人民银行 把人民币汇率 大幅贬值 当时的背景就是 经济突然失速 经济失速后面的背景 是什么 房地产 房地产的问题 所以现在的问题是 现在的问题是 所以当时的是 把人民币贬值去解决 因为房地产的问题 带来的经济失速 当时的背景是这样 那现在中国政府 面对的问题 比当时2015年 有相似的地方 但是程度要大得多 就是现在中国政府 面对的这个局面 比2015年的局面 要放大得多 因为2015年出口没有太大 中国跟西方的关系 没有翻脸到这个地步 那么房地产也没有出现 现在这种大规模的下跌 其他的像地方债 这些问题 也没有严重到这个地步 那现在的情况就是 2015年形势 比现在好得多 所以我的看法就是 中国政府如果 为了避免经济崩溃 那他大幅贬值 是他的一个 从目前来看 是他可能做的 最大的一个选项 大幅贬值有点像什么 大幅贬值其实 也是一种崩溃 也是一种经济崩溃 那么他这种崩溃 相当于洪灾 你面临一个洪灾 那么我现在这个大坝 可能会垮 叫垮低 因为水灾时间太长 水位太高 大坝承受不了 压力可能会垮 那怎么办呢 应付水灾的其中一个办法 就把一些小的堤坝 把它挖开 放些水出去 放些水出去 把水位降下来 保护保证这个大坝 所以这个炸掉一些小的堤坝 把水位降下来 是处理大坝出现危机的一个方案 那现在的情况就是 如果中国政府 没有其他的方案 可能会用 让人民币贬值 就是人民币贬值 人民币是一个小的堤坝 这种方式来缓解 这个经济崩溃的这种现象 可能性 好吧 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 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